八月真的是分手月啊,很多曾经秀恩爱,秀到飞起的情侣都分手了,而且还是有一出大戏的那种,但是圈体万万没想到连杨子和秦俊杰这一对都分手了,当初两人爱她那么热烈,然后就果断分了,其中必有隐情。 前几天,杨子才探单了秦俊杰,然后每两天就分手了,一般这种突发性分手,必然因为一些突发事件,而秦俊杰一次出贵张雪莹就成为了网友最幸福的一点。 大家的怀疑并不是空雪来潮,秦俊杰和张雪莹一起演了泡沫之下两人的相处,一度让CP则觉得很淺,只是系列友情系外貌似也有些纠缠不清。 本来秦俊杰一个有女朋友的人即使和女主角演情侣,也应该注意和女主角的距离,但是两人被曝出同喝一碗胡辣汤,瞬间让网友对这两人的印象跌至谷底。 在杨泽和秦俊杰工作室发表分手声明,之前张雪莹工作室,就已经发了不悲哭这速度真的绝了。 不过虽然已经发表了声明,但是网友并不买账,杨泽也算是大家看着长大的了,很多人对她都有好感,和秦俊杰分手也让网友对秦俊杰印象变差,而张雪莹的掺货,更是激起大众不满。 同时一碗胡辣汤已经很暧昧了,再说并不存在胡辣汤不够喝,没有暖的状况,除此之外两人的花絮,也证明了二人关系给其眼。 张雪莹竟然开玩笑,本让秦俊杰给她猜脚,excuse me,如果秦俊杰单身还好说,两人随便打骂也都是渴,而且是为了去增进感情。 不过既然一方有种的情况,还是得保持一点距离吧,之前杨子也不是没有察觉。 早在上亲爱的客栅时就说,自己做了一梦梦的秦俊杰和同组女演员谈恋爱了,而且还说明天他们就演结婚戏了。 而那个女演员正是张雪莹,那段时间也确实是和秦俊杰在眼泡沫之下的结婚场景。 高能少年团时张雪莹和杨子是同桌,张雪莹拿到了杨子小时候的照片,别人让她形容手里照片的样子。 她说很黑,鼻子塌,即使她不知道这是样子,可是所有的照片,都是那几位嘉宾其中一人的。 这么说别人真的好吗? 样子也算是个大大猎猎的人,没太往心里去,只是观众当时就觉得场面有些尴尬,不知道她是故意这样说,还是无意的。 节目刚播完,张雪莹就和林燕聚上了热搜,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和刘亮小生炒作了,之前也涉嫌和蔡徐坤,王俊海,杨杨。 只能说之前大家觉得她看着很清纯,没太往生出响,现在一下被扒,各种料都来了。 除此之外,张雪莹团队之前一直给她打造一种乖乖女的形象,由于和关小童都是童心。 但是,一直比关小童要古一些,就常常说是低调有演技有潜力的新人小花,事实上比成绩,比作品张雪莹确实比不赢关小童。 但是关小童全名黑的时候团队拉踩关小童来提升自己就过分了,到底张雪莹是不是表面展现的那么光,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。 只能说羊子做梦也不是没有根据的,还是希望一向敏感大调的羊子能振作起来,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。 在没有实权之前,也不要轻易去喷任何一个人,后续应该还有瓜吃。 我搭配一下,不意思说是乖果効果仮肉群的感神垦来说群身 bien与其身如果名出身,只要干准备更近ane即可 realidade。